会水上飘的飞行怪兽 你可曾见过 赶猎时霸王龙的天空之王 你可曾听闻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这些史前空中霸主 如果他们没秘诀 鸟类连上天的机会都没有 第三名 古神异龙 署名Tacher 作为异龙家族的成员 最大的古神异龙一展长达六米 虽然比不上哈特斯科异龙的微风凛凛 但作为天生的飞翔者 依旧绰绰有余 俗话说 玉带王冠必成其中 这句话仿佛是为古神异龙良神定作 它有一个形似善意的皇冠 官室是由口鼻布上的半原官室 以及头部后方延伸出来的骨质分叉 两者所构成的 重量甚至比脑袋还重 那问题来了 如此巨大的头冠有什么作用呢 根据现代鸟类的习性推测 一些孔雀在求偶时 利用自己炫彩多色的羽毛开屏 那古神异龙头冠 另一种的作用也就转然若揭了 求偶 古神异龙为了赢得异性的垂青 会展开对峙 因此到了交配的季节 或许是显摆其庞大艳丽的头冠 去吸引求偶对象的注意力 求偶成功的标志就是比一双飞了 第二名 无耻异龙 龙如其名啊 是个无耻之徒 对 就是那字面上的意思啊 体重只有15千克的它 曾经认为它们的一盏长达9米 可为什么无耻会如此轻呢 答案就存在于它缺乏牙齿的会状嘴里 类似现在的鸟类 沉重的牙齿为了减轻身体的负担 全部消失进化成了会部 无耻异龙的口鼻部细长 上河微微的向上翘起 这样的生理构造啊 与它捕鱼为生的习性相适应 正是由于这些 无耻异龙的进食方式也悄然发生转变 从之前的双形齿异龙 以捕食昆虫为乐 到现在的无耻异龙以鲨鱼为生 可算是上海里的鱼类苦不开啊 比起无耻异龙的恐怖 接下来压轴者才真正是风神之王啊 它就是第一名 风神异龙 风神异龙又名披羽蛇异 生存于6800万年前的美国的南部 是目前已知最大的飞行动物 一长超过12米 它四脚着地的时候 和长领路的高度相仿 就像是哈 关与长领路的诡异结合 是真正的天空巨手 可谓是风神异生吼 恐龙抖身抖 在搜寻令物时 风神异龙通过翅膀 上百万个细如牛毛的感应器 收集信息 然后呢 大脑发出信号 它和吃鱼的那些异龙截然不同 专门搜寻幼小 而毫无防备的霸王龙 在300米的高空 就能找到陆地霸卓的巢穴 对幼龙直接大快躲移 饱腹一顿 噪儿 然后悠然自得地冲上天空 纵身飞走 把霸王龙的漫马 抛至耳后 小鸭儿 你有本事你飞呀 真的是暴君不敌空中王 痛失幼龙心里伤 无奈身无飞行翼 仅剩幕后成其强啊 现在的人们呢 也只能从纪录片 一溃这些飞行巨怪 看到此处 不知道你心中的空中霸主 又是哪个生灵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啊 新的一年 大魔王用一首诗 献给呢 看到此处的你 金牛江临门 祝福处处存 面容天天笑 喜事朝朝闻 未来希望有幸与你同行 公月远古洪荒 一览岁月悠长